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跟美国各大企业董事长接触 不过有一点拜登总统称了一下莫迪总统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差距 而且在放印度国歌的时候 拜登竟然去敬礼了 总之这一次莫迪在美国是挣足了面子 当然美国之所以给他这么大面子 还是因为想忽悠莫迪去跟中国搞对抗 这个大家都看得明白 莫迪也不傻 是吧 让我去跟中国搞对抗 光给我点面子才不行 得要实惠的 最实惠的什么东西 我印度要发展航空产业 你给我整个发动机来 我就看上你的F414发动机的生产线了 给我来一套 美国内部对这个问题 其实是意见不一的 美国国务院是坚决反对的 而美国军方是支持的 包括技艺公司他也是支持的 技艺公司当然支持了 反正也不是最先进的发动机了 把这个给你赠一大笔钱 合了而不为难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在美国内部 还是在讨论 不过按照匿名人士的透露 就是有可能美国会给印度80%的零部件的生产线 不 这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美国陨落是给你了 但是有可能关键技术还是掌握在美国自己手上 不过这是美国给的也算是比较大方了 一些发动机的核心技术 比如说高温涂层 还有单金叶片 还有涡轮和铜骨的整体叶盘 这些技术都给了 这些技术给印度 还是能给印度发动机产业 带来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推进作用 那么印度是不是就能利用这股东风 一下子就崛起了 而这一点我对印度其实不抱任何信心的 首先印度产业本身就不大靠谱 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 我就不举例子了 第二发动机这个事情又不是一般的国家能搞得定的 大家别看中国科科泛办搞了二三十年 再把太坊搞定 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很神奇的速度了 大家看同样的日本 日本也应该算是一个材料方面和发动机方面 应该也算是一个强国了吧 但是日本当年引进F15G的时候 顺带的也引进了F100的生产线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 将近三十年了 日本也仅仅能够生产F100发动机的80%的领子钱 还有20%得依靠进口 所以日本的实力应该能搞得定 大家都说的日本的什么工匠精神 还有各种什么材料逆天之类的东西 那为什么跟大家的这个印象中有很大的出入呢 实际上这个生产发动机 它并不只是说有技术就行 它还有一系列的基础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大国重器 比如说中国为了搞定这个发动机的生产 那个弄了好多的这个8万吨的 10万吨的这个重型压机 对 那还有这个3万吨的6万吨的这个重型挤压机 还有各种卧室的险床 各种的五周加工中心等等 没有这些东西 你就是把这个技术全部拿来了 你也生产不出来 而我们要看到 能够生产这种那个一体化的温轮盘的 这种重型挤压机 就以这个为例子 整个西方世界只有三台 一台在美国 当时西方世界最大的4万多吨 一台是在英国 大概是2万吨 还有一台是在法国 大概是1万吨 从这个吨位可以基本上排列出 这三个国家在发动机上的实力 所以我们中国要搞发动机 上来先整个3.6万吨的 然后马上上满个6万吨的 据说现在还有一个8万吨的正在上 光从重型挤压机来说 我们的发动机就夯实的坚定一个基础 这个挤压机 刚才我们说过 只有西方三个国家有 日本是没有的 所以你就是给它技术 它也生产不出来 没机器 印度也一样 印度也没有这种重型挤压机 所以它只能依靠美国的生产 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就有可能卡住它的脖子了 未来印度也不听话 美国就不给你看到一铃不见了 也就是美国其实是留了一手 否则你把这些生产线全开了 正准备大量生产的时候 美国也不高兴 你生产不下去了 不过话也说回来 如果美国不给的话 重型挤压机我们中国也是有的 就看它愿意不愿意 那前提是和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所以到时候印度如果被逼得太厉害 也有可能一头投进中国的怀抱 毕竟有这个实力 我们就不怕 印度在我面前翻了篇 印度取得414的发动机的技术之后 它可能会生产哪一些更好的飞机呢 按照计划 目前印度有可能把发动机 运用在三款飞机上 一款呢是光辉MK2 我现在的光辉呢是单发的 用的是F404发动机 下一步呢就是搞个双发的一个光辉 这个印度呢就是念念不忘的 要搞自己的光辉 是双发的可能要用F414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下一代 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叫AMCA 而这个东西呢 大家可能在网上也能看到 印度已经是吹了将近十几年了 每次都说将将将 将到现在呢发动机还没搞定 还有一个呢就是印度的双发舰载战斗机 这个东西呢也是用F414 体型跟F18差不多 就算印度的AMCA装备了F414 它能跟中国的这个歼31 或者是歼35对比吗 其实呢也不乐观 因为看到F414发动机的这个推力曲线之后 你会发现啊 它在低空低速的情况下 推力还是蛮大的 推出比很高 可是它的高空性能 非常拉胯 到了高空高速之后啊 它的推力下降非常明显 而这一点呢 就跟我们这个侧重点就不一样了 也跟未来空战的这个趋势啊 那个它的设计特点呢 也有所区别 也就是说 它最多能和中国的哪一款发动机 能比较一下呢 嗯 这个呢可能还不太好说 因为从苏俄系一直到中国 现在引进的一系列发动机呢 都对那个高空高速的性能呢 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而美国的战斗机呢 尤其是舰载战斗机 它呢对低空低速的要求比较高 对高空高速呢 反而没太大要求 包括美国的F18 F35 这些都是例子 所以啊 印度引进了这个飞机之后啊 有可能呢 也会搞出一个绕圈 或者是狗斗比较强的飞机 但是高空高速性能 那个就差的远 所以呢 对印度引进这款发动机呢 我们也不必太担心 毕竟呢 印度估计也不会像日本那样 那么忠心的当美国的狗 到时候啊 两国之间咬来咬去的 肯定还有很多故事 好 所以啊 我们对F414引进到印度之后 它的整个空军战斗力的提升 我们不要轻视 但是呢 也不要过于的担心太多了 其实 与中国的更先进的 有可能的比如说 我们的歼35 我们第六代作战飞机 用的那些发动机比起来 其实还不在一个档次 毕竟这是美国三十年以上的 老款发动机了 好 这个话题就聊到上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网络面》里面 下一期再见 大家看见 是 对这里 我们将来试试备 谢谢大家